大家好 也是我英姐 經常聽到很多朋友說Costco有很多東西買 又很便宜 很划算 我有個朋友本身是做醫護人員 他今天已經拿了個 Membership Card 答應帶大家進去看看有甚麼選擇 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大家都知道Costco是出名買很多東西都很便宜 不過他就是分會員制 我們今天有機會進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怎樣分會員制 他分三個等級 一般人可以申請Costco Online Shopping 不需要有任何特別的requirements都可以申請 只是需要給一個年費15磅 就已經是包括了稅 你在網上登記成為會員之後 你就可以online shopping 不過這個是最basic的Membership 你不可以來到實體店買東西 如果要來實體店買東西的話 他另外還有兩種Member 其中一種就叫Trade Membership 顧名思義Trade Membership 就是如果你在英國有做生意的話 你就可以申請Trade Membership 你要申請的時候 就要提交一些證明 證明你在英國有做到一些生意 例如你在開店、開餐廳 甚至乎你是Tax Driver都可以 最後一個Membership的Category 就是Individual Membership 除了交連費之外 你怎樣才可以申請這個Individual Membership 你就是要某一種特定的職業才可以 這些職業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Banking、Finance、Local Government Fire Service、Post Office、Air Lines Education、Police Force、Civil Service Arm Force、Medical Health Service 或者是Insurance 如果你是以上職業的話 你也可以申請 亦都有其他方法是Qualify的 例如你是Qualify的Accountant Architect 或者是Doctor's Dentist Surveyor Solicitor 之類的都可以申請 不過這些全部都要在英國工作才可以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這些Qualification 或者你的職業 都是在香港做的話 那他們就是不承認的 所以如果你是從事這些職業 你要去到英國 上班後 拿了職業證明 才可以申請 連費給一個 individual member 就是33.61年 這也是英鎊計算 如果你已經是 individual member 或者是 chain member 你還可以再加錢 去升級自己 做一個executive member 那executive member 有什麼好處呢? 它就是會有2%的回憎 大家要計算一下 自己會不會用到 那個回憎會賺得回 因為如果是要升級做一個executive member 它的NUV就會貴了 一個 chain executive member 每年的年費就是67.2磅 一個 individual executive 就會是74.4一年 所以大家就要計算一下 給大家多一點資料 如果你是Costco member 其實就是世界上要通用 即是說 如果你在英國申請了 將Costco會員卡 你還可以在其他國家使用 不過香港並沒有Costco 哪個地方有呢? 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 還有其他幾個地方都有 大部分都會在歐洲 大家也可以上網看資料 如果你去旅行的話 都可以帶上一張Costco卡 去到其他地方 其他國家使用 所以其實都挺划算的 那說了這麼久 為什麼我會經常跟大家說 要拿一個Costco member呢? 為什麼這麼便宜呢? 就是因為Costco裡面 它除了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例如電器、家庭用品、食品 包括生果、水果、肉類 它都是比外面便宜一點的 那當然 有些東西在Costco特別有得賣 而其他地方沒有得賣 所以很多朋友都希望可以 成為一個Costco的member 那今天很幸運 因為我有朋友是做醫護人士的 所以他就已經有一個會員卡 那會員的話 就可以帶一個朋友進去的 那今天我就很開心 可以帶我家人進來看看有什麼東西 那也都可以介紹一下給大家 那大家可以看看有沒有什麼需要 或者有沒有一些產品是想賣的 如果真的有 而又未做到member的話 那都可以考慮 只是給年費做個online shopping 那都可以的 我們這次來到的就是百明漢的Costco 那百明漢的Costco 就離開Solio不是很遠的 只要開十幾分鐘車就已經來到 那我們看到他裡面的環境是很大的 那比一般的超級市場還要大很多 他買的東西也有很多不同種類 那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家庭電器、日用品、食物 他都一應俱全 甚至乎傢俬也會有的 那我看到他很多時候 他都需要大家大量的買 即是一件貨物可能他要買幾件 他的形式就像那些Holesale 那樣 那如果你是做生意的話 那的確是不錯的 那如果你說只是一般家庭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和朋友約定了 那例如有些產品是大家都需要買的 那可以買了之後大家回去分 那今次我也要看看有沒有什麼 可以買回去和我的家人或者朋友一起分享 現場看到他的價錢不屬於貴的 除此之外他都會有一些不定期的減價折扣優惠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他有什麼優惠的話 就可以上他的網頁看 那我看到早前都有朋友推介 就說Dyson風扇外賣300多磅 而Costco可以賣到200多磅 都有4-50磅折扣優惠 那我在他的網頁那裡 還看到有一個Samsung的電視機 它是900磅的原價 如果你在網上購買的話 他還會有200磅的減價 所以我覺得都值得可以看一看 那今天難得來到 我都要看看有什麼合心水可以買 之前我一直都想買一部廚師機 因為我都比較喜歡做食物 那今天難得來到 看到這裡的Kitchen A 原來價錢都比外面便宜 但是今天在這裡看到有一部 是我心目中想要的型號 它的價錢 計算了稅之後 都只是320多磅 那就是說都便宜了70多磅 計算了都700幾800元港幣 那說真的 價錢真的很吸引 那讓我研究一下 會不會再買一部回家 除了家電和一些傢俬之外 這裡都有很多食物買的 那我看到它有一般超級市場有的東西 但是有一些外面沒有的東西 這裡都有得買的 那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山竹 芒果 這些我在外面都是比較少見的 那所以我都會在這裡買一些 帶回家吃 除了水果之外 我發現這裡還有一些其他的食物 在外面沒有的 例如是雲吞 或者片皮鴨 那外面多數都是要去到中超才能買到 那所以我都可以在這裡買一些回去 給小肥肥今晚吃 說完食物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它也有很多家品 可以有得買的 那家品來說 我覺得它的紙巾 還有水 都是比較便宜的 那我來到英國之後 我就習慣喝蒸餾水 因為以前我在香港 我很少會煲水 多數都是會 買一些蒸餾水 用水機喝的 來到英國之後 因為都比較懶 而且我的水煲 還沒有運到來 所以我平日會去超級市場買蒸餾水 在Costco這裡就更便宜了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 會是一箱一箱水 買回家 另外提一提大家 Costco除了賣的東西 是比較便宜之外 外面還有一個油站 也是很受歡迎的 因為這裡入油 是會比外面便宜的 外面我看到 一般都是一個三毫多一星 但是來到Costco這裡 它就是一元兩毫多 就有一星 少數怕長計 所以一場來到的話 就一定要打爆油缸 等我一會兒 要提一下我老公 說了這麼久 不如我現在就帶大家看看 這裡有什麼東西買 壽司、披薩、食物有很多選擇 價錢也不貴 除了食物之外 它也有一些寵物的用品 例如狗糧之類 都可以買 我覺得它是一個超級大型的 超級市場 它還有很多新鮮的肉類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燒腩肉 也打算買一包回去做燒肉 先 在外面的超級市場 很多時候 這些肉類都會冰了 但是來到Costco 這裡比較新鮮一些 還有種類是會多一些 大家可以買回一些 放在家裡 不需要經常出去超級市場 吃一些冰了很久的肉 再看看有什麼家庭用品買 這裡有一些咖啡機 通常英國人都很喜歡喝咖啡 所以咖啡機是少不免的 還有這個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即蔥的咖啡機 這裡還有很多蒸煮的爐具 起炸鍋 或者是熱鍋 都會有的 還有一些熱水壺 還有一些壓力鍋 全部都可以賣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都可以慢慢看看 除了一些小型家電之外 這裡還有其他東西賣的 例如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都會用到的淚水器 外面買會貴一點 這裡買也是便宜一點的 還有這些家庭廚房 會經常用到的 這個我也有考慮到會買的 它就是煮湯的時候經常都會用到的 還有一些傢伙 還有一些傢伙 還有一些座椅 那你看看小肥肥 她是最喜歡坐在這裏 摸摸摸摸摸摸摸 都可以考慮買一張回家的 這一類型的燈 外面我未見過 不過我相信在英國也是很普遍的 它是用來擺在房間外面的燈 如果有人經過的話 它就會自己穿 都挺方便的 而且又比較環保一點 在英國如果你買房子的話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角樓 而且並不是每一個角樓 都會有樓梯直接上去的 所以他們英國人 很多時候都會來到這裏買回糖梯 可以上去角樓那裏 就儲存一些物品 我們都可以看看 另外這裏都有些單車買的 在英國買的單車 我感覺上就好像比香港貴一點 所以如果你有些用開的單車 都可以寄過來 除了這些之外 它還有很多男士用的用品 即是一般家庭維修的用品 還有一些BBQ爐 那就可以大家圍爐取暖了 在這裏我還看到有很多書本 還有一些文具用的 看見小肥肥都好像很有興趣感 讓我看看 除了一般的書籍之外 這裏還有一個叫做11 Plus 11家的書本 和一些Parse Paper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小朋友會去讀一個Grammar School的話 都可以在這裏買好一些書本 給小朋友溫習 最後我們還看到這個大型的戶外遊戲設施 如果小朋友還是年紀小的話 而且家裏有一個大花園的話 都可以考慮買回去 Costco其實它的環境是真的很大 所以大家如果來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預算長一點時間 我今天就這樣走一走 都走了兩三個小時 所以大家可以預算多一點時間 過來這裏慢慢欣賞 慢慢考慮一下 看看有什麼買的 Costco外面就好像現在家司那樣 它有一間小型的cafe 就有一些漢堡包 熱狗 西餅 汽水雪糕之類的賣 走到累的話 可以買回一點點東西吃 那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說了那麼久 大家又走了那麼久 希望大家都滿意我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鈴鐺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一直的支持 拜拜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